早上9点45了,起床 哇,今天好像是阴天啊 起床 蛋蛋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现在车内的温度是15度 今天是阴天 摩托车在,安然无恙 今天是在一个开发的楼盘门口 这个地方停车特别的宽阔 今天的行程呢,我是往甘肃的白银市 下面有一个黄河石林的一个景区 这个景区的本身呢,倒是没有吸引我 但是,里面有一个叫22拐的地方 它特别吸引我 所以说我准备去看一看 传说中的22拐,它是在2公里的路上有22个拐弯 据说特别的险峻 所以说今天我想去挑战一下 用我的摩托车去跑一遍22拐 你两三个就行了,不然一洗就不好了 对对对,吃的时候再洗 10块3毛就是10块钱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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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呢,有很多桃园 他们都在桃园边上去卖桃子 10块钱3斤 价格也算公道 应该没错的话 它是我最喜欢的硬桃 就是嘎甭脆的 我这么挨一个桃 6个桃10块钱便宜 嗯 嘎甭脆,好吃 我最喜欢这种桃 在去往22拐的路上呢 突然 一道大河 这里是黄河 挡在了我的面前 前面呢 就是一个渡轮 当我走近一看 我老个天 这么小小的渡轮 怎么能够装下我近10米的长车呢 这个车宽几米啊 没有多宽 我那个车前车是6米 但是后面还有个拖车也有3米 将近10米了 啊 可以拖过去 能够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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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登记一下 我登记一下是吧 扫一下那个 好的 就这样没问题 正好 再多一点都不行 我拍一下 来来来 我来扫 我来扫 小小的渡船 最终还是载着我将近十米的车身 过了岸 到了对岸以后呢 就是一个防疫的一个检查点 他在核对着我的行程码 登记了我的一些信息以后 然后他赶紧去请示了一下上级 然后很遗憾地告诉我 对不起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你是香速排掉的车 来自于高风险地区 你哪里来 哪里去 我就这样被劝反了 就这样 我带着些许的遗憾 又返回渡轮 又坐了一次船 前前后后 总共有十分钟的时间 坐了两次船 从黄河的对岸 再从对岸到对面 这次呢 为了到这个景区 军门跑了有将近八十公里的路 虽然有遗憾 但是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去支持和理解他们 所以说我只能去回头 在回头的行程中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大漠的荒凉 与大漠的孤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